大家好 那么这期节目呢 是放在周六给大家播放的 今天给大家讲的就是 北交所的概念股 肯定很多粉丝朋友 大家都是说 这老师你不是周五刚讲了吗 是这样啊 就是周五 我给大家讲的时候 因为我的理解程度 还是这个当时的这个消息 我可能理解的不是很透彻 我想的就是 因为我的几个朋友也说 看完以后 说你不知道你这视频说什么 就是讲得很含糊 因为刚这个刚出来以后 我我个人认为就是一个热点消息 没想到现在进展很快 应该说我呢 也是把最新的东西告诉大家 咱们不要落了 落后面 尤其是最后啊 最后我给大家讲 差不多十只这个概念个果 就是大家要关注啊 首先我们先了解一下 这个北交所 现在未来是一个什么样子 我能知道的东西 我给大家罗列一下 首先这个北交所 所是什么呢 就是北交所实际上就在这个 就是星三板的这个精选层作为基础 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北交所就是 就是把现有的这个星三板里面 有66加这个 市值100 1900亿的这个基础组建的 就是北京的证券交易所 就是他一开始 就是把这个星三板当中的精选层 这个66加企业啊 市值1900个亿 就是第一批啊 他要上市交易的啊 因此说他这个北交所呢 实际上就是和这个护生交易所 类似都是厂内的交易所 厂内的交易所 这样就就形成了这个 同步的试点的这种政权发行注册制 服务于中小企业发展的 我个人认为就是 主要是发展于中小企业 还有一个就是他们想就是 上上面可能想就是从这个 北交所这边逐渐向这个 T加零等等这些靠拢啊 咱们往后再说 大家先知道了 这是北交所 现在的一个位置 实际上他就是比监狱 护生交易所的这么一个 厂内交易所啊 这个很重要 这个呃 第一批的上市公司 已经马上就有了啊 那么还有个北交所的定位 这就是为了发展中小企业啊 就是这就不用说了啊 嗯 他的目标是什么呀 就是让这个中小企业 发行上市交易退市啊 持续的这个监管啊 让这个投资 这个资本市场这个层次 就是把这个短短板补上啊 重要的就是呃 海洋经常给大家讲 那个咱们A股里面的 专精特薪的企业啊 重要是培养一批 这么有优秀的 这个专精特薪的企业啊 这是重点啊 这就给大家画了重点了 接下来就说 他的思路是什么呀 思路呢 我个人认为就是 就是为了让这个 呃 现在星三板 毕竟扔在那个地方吧 也有厂内交易 也有厂外交易 反正现在他的地位呢 不高 那么现在呢 因为他扔着不行 因此说 他们就是为了这个 维持这个星三板 让这个基础层创新层 还有这个北交所 他们这个层层递进的 这个市场结构啊 就是未来 实际上我个人认为 就是注册制啊 为这个注册制打基础 因为这个 呃 因为有很多内容啊 他会在这个北交所里面提现 你比如说基金通啊 开户通啊 T加零 还有这个延伸品扩容啊 这是重点 我觉得这是上面 最终的一个目的啊 或者说他设立这个市场 呃 那个昨天也给大家说了啊 昨天也给大家说了 这个这是北交所的一个思路 代替的啊 这是这几个黑的字 这是核心 接下来就说 因为他原来的投资门槛啊 原来的投资门槛 就是呃 呃500万啊 500万 那么能 现在科算50万 呃 深圳的创业百分十万啊 那么这个北交所的门壳会不会降 就有的确认认为 他会降到50万 这个我还不太清楚 就因为没有明确的消息啊 呃 那么星三板好多人 可能大家不太清楚 实际上他的前身啊 就是这个呃 纵宽充科技园啊 科技园区啊 非上市股分公司 股分的一个报价转让系统啊 因为现在他是有线 厂内的也有厂外的啊 就说这个交易所 北京交易 北京交易所上来以后 肯定是 有厂内也有厂外啊 那么 接下来就是我的这些朋友 说的就是 为什么我让他说 那个讲的不是很很明确 还有是那不过瘾啊 他实际上说的就是 我没给大家说这个概念过 实际上我给大家讲了 就因为他的概念过非常多 呃 我呢也没有精力去 去搞 因为他 你想那个精选层的66家上市公司 那个 那个 很多的啊 和咱们A股里面有 有什么母公司 子公司啊 还有什么上下游 这个这是很麻烦的 因为说 我呢只给大家找了 找了一些比较直接性的啊 直接性的 你比如说 呃 有的券商 有创投类的板块 是吧 这个精选层里面 这个 这实在太太麻烦了啊 就是能进入北京交易所的 这个企业太多了啊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 专精特星这个 因为呃 海洋给咱们讲的那个 叫大家就按照这个来啊 我今天给大家讲就是这个 创商和这个创投类的 第一种的啊 就是创投类的 这实质股票 我给大家 把代码念一下 就是大家记住 呃 因为很多技术图形啊 因为时间关系 我不可能在这个地方 给大家详细的讲 包括它的基本面 啊 我只是大家 大概给大家说一下 那么大家呢 先把代码记住啊 就是呃 第一只肯定是宗关村吧 我刚才给大家说过 这个新三板的 这个前生就是宗关村啊 科技园区这个 他们的 做的啊 呃 这个宗关村 这个代码是000931 他持有这个北京宗关村 创业投资 呃 这个88%在75%的股权啊 这是一只概念 还有一个金头发展啊 金头发展 他也是创投类的公司 我就不给大家念了 代码和名称 给大家说清楚就行了 金头发展600683 呃 电子城啊 也是创投类的啊 电子城600658 啊 还有这个升赛格啊 升赛格 000058 这个大家要关注一下 呃 接下来就是说这个 海太发展啊 海太发展60082啊 就是我的意思就是咱们到时候人家做交易 像今天这些票全部都涨停了啊 呃 金融街 000402啊 这也是创投类的 这个摩恩电器也是创投类的 002451啊 这个我这是查的这个网上的资料给大家找的都是创投类的 成建发展 600266啊 我一期都给大家说完了 同房股份 600100 创业黑马 300688 深外红源 000166 这里面啊 我告诉大家 我刚才给大家读的这个代码 除了这个创业黑马 因为它是300创业板 没封住涨停板 但是挡了19.6多 还有这个深外红源 没有封涨停板 剩下的全一水涨停板 我找几只给大家有代表性的 因为这些股票 他们的特点就是几乎都在底部啊 几乎都在底部 我们看一下啊 抽点时间 大家看一下 他们的一个技术图形的一个状况 至于说它是干什么的 基本面是什么样的 呃 大家自己去 呃 去解决啊 我们先看看这个 券商里面啊 券商里面 大家都知道 这个深外红源是这个 刚才我给大家说了 他是在这个 呃 给这个做这个 新三板这里面啊 就是 分别 精选层和创型层挂牌加速 行业第一啊 他是呃 保健商啊 最多的 那么大家看他的筹码 就是现在呢 我们给大家说小点 现在呢 低位还没有完全密集啊 如果没有这个概念股的话 他是不可能今天这么 呃 也接近涨停啊 这么迅速的穿越这个 呃 这个这个这个 我们的物群成本均线啊 我们的说这些股票 大部分都是像深外红源这样的 你比如说还有这个 呃 中关村啊 也是这样的 大家看中关村 好在比他强一点 就是中关村 至少是呃 这个筹码 所给大家说一下 这个筹码 他算 至少是地位密集了啊 在这个两个人 密集了60%以上筹码 呃 但是没有这个概念股啊 这个中关村应该是 我个人认为他就是应该呃 有一些消息提前知道了啊 你说他今天还是涨停啊 他这个8月30号9 8月31号都已经两个大阳线了啊 又又起来啊 应该是 呃 这个量放出来 有点意思啊 底底部啊 我们的技术图形 大家自己去分辨一下 那么我们再说一只叫摩恩电器啊 摩恩电器 因为这个摩恩电器 我给大家说啊 就是因为我看了一下 他这设备是电器设备 大家看就是他们都是这种 在这个底部啊 就是呃 你像这摩恩电器 现在的量啊 这三次的量放的还算可以 但是今天量也不是太大啊 因为说他现在也有点底部的迹象 因为毕竟这大单也上了点啊 大单这个罗盘这个指标上了点啊 这个大单水位呢 最近期也有点接近 因此说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这样的票 我们最终的目的就是看看 能不能从这里面 找到像这个创业黑马啊 创业黑马 300688这样的股票啊 其实一个创业黑马 因为我不知道他以前涨是什么概念啊 以前涨是什么概念 他已经迅速的跑到什么呀 因为这个利好消息出来以后啊 我们看他的底部啊 这是底部筹码密集啊 现在一把都拉到了多少 我们按这个16块钱 算圆点 或者说17块钱算圆点 他一把就拉到多少 拉到了伊朗 现在还没有停止的迹象啊 已经没有停止迹象 有可能只有直接往二浪上拉啊 不是不是直接往两倍上拉 你要说我们看看这里面 就是我们 我今天给大家讲的2468011只股票里面 大家仔细去找找 我们有没有这样的 能不能找到这样的票 就是大单阻力线上行啊 这个大单水位也比较高啊 当然这是这个软件的 这个因为这么咱们粉丝的软件吧 简单给大家说一下啊 这这个这三个图形 就可以构成一个选股的一个系统啊 就是说这三个可以去选股 那您说我建议大家能大家呢 把这个视频收藏下来 大家仔细去看看这些股票里面 我们能不能找着像黑马 创业黑马这样的股票 我们全方位的去分析一下 反正给了大家十几只创投类的 加上一个券商身外红缘 当然还有很多很多的 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一点点给大家找 但是我建议大家就尽快的 周六周日把这些股票消化一下 这样的话我们做起来就好一点了 但是周六周日呢 我也给大家说了 也是我们也有直播啊 直播呢 就是说大家呃 怎么说呢 就是你很简单 就是你你你 你去搜这个 从这些上面去啊 搜这四个字 搜着以后 这这这里面会给你一个入口啊 因为说大家找我的另一个平台啊 另一个平台 呃 完了你就会找到这个入口了啊 我们在这里面做直播 呃 今天的时间关系就给大家讲这么多吧 我希望大家呢 尽快的把这些股票消化一下 大家我们一块找找啊 到底有没有好的这种 潜力的个股 今天就给大家讲这么多 谢谢大家收 谢谢大家